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师 希望你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照我的铃铛 就这种IGFB 推取BBD还有Discord 然后在U城在0的微信官方公告 这是天地节 联动格学员键3的 尼克的技能介绍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介绍的部分吧 然后师他的师值是宇室 主信是暗 那天赋的部分呢 退魔灭道 是行动结束时 若像你一个不存在下有方的话 你可以直接获得网攻的状态 那反正则获得灭道状态 主动攻击目标之后有几率 这个几率是气血越高 激励越高最高到100% 那你可以触发这个重极上昏 那重极上昏呢 他是对选取的目标 额外施加逆却的状态 持续持续一个回合 对其两个方案内所有敌方 造成一次的物理伤害 那晚攻的buff呢 是伤害提高11% 一直到20% 然后射程可以加1 那他是不可驱散 那主动使用伤害绝血后会消耗 然后灭道的buff是免伤提高11-20% 受到攻击的时候呢 自身无视克制的伤害 哎其实还不错 其实这个buff效果都还蛮不错的 好 然后他的绝血的部分 零剑换羽 那他是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0.5倍的伤害 并施加污秽的状态 持续两个回合 那对飞行角色额外造成20%的伤害 绝血后 若自身相连1格不存在其他友方 可以获得再移动3格 嗯不错不错 但他这个射程就是最多只能是加1啦 他不能一直加 好在 凡山月影 这些都是有玩过训练剑的应该都蛮熟悉的 但是单体技好是1.6倍的伤害 然后对战之前可以脱取两个buff 并施加暗影的效果 持续两个回合 那暗影的buff呢 他是遭受攻击受到伤害后 立刻回复施加者的攻 立刻回复施加者和攻击者 该是伤害数值的30%气血 好 再来是这个 急魂零走 被动是自身气血大于等于80%的时候 则主动 普通攻击触发连击 OK 那主动使用的话 可以获得神瑞1的状态 持续3个回合并获得再行动2个 嗯 好 另外是万古禅身 好单个 呃单体剂好 是0.5倍的伤害 并施加残骨 那这个残骨呢 是对友方使用绝学后 施加逆确的状态 那持续一个回合 那有害状态是不可去散 那触发后会移除 OK 对友方 这个 为什么是写对友方 那施加逆确的时候是 在敌 这敌方吧 对啊看起来是敌方 好 这写错吗 来是我误会了 然后再大招好 无我幻境对方 里面所有敌人造成0.6倍的伤害 那对飞行角色额外造成20%的伤害哦 那技能范围内 每多一个敌方 伤害可以提高5% 那最多是20% 那 意思是说就是敌人越多越好 这样子啊 那绝学后 会恢复自身气血的20% 那最多最多是80% 就是可能是指 打到敌人越多 恢复气血越高吧 那并对敌方施加两个 随机有他状态 跟两层异障的状态哦 好 再来他有这个神秘的技能部分 是隐功散毁 你在携带网弓的buff的时候呢 你的物攻可以提高5% 最多是到10% 那如果携带灭到状态的时候 只遭受攻击后 恢复自身气血最大的20% 最多到30% 并对攻击者施加误会的状态哦 所以被打可以施加误会给对方哦 然后还有阵法哦 那这个阵法是 俠客跟 痘匠哦 那 主动攻击的时候呢 你的伤害提高7% 那技能范围内 每多一个目标呢 伤害额外提高2% 那主要是8% 还可以啦 还不错 那 绝学组合部分 都 给大家参考 参考就好了 其实 嗯 就是他的天赋的部分 算是 蠻 我觉得蠻OK的啦 那最高6星的话就是较20%了 也蛮多的 那灭道的话是这个 灭伤的部分呢 是20% 但是他这边哦 他没有特别写说 晚宫跟灭道呢 只能获取一个buff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花两回合的时间 去获得这个晚宫跟灭道的状态 其实还不错 因为有免伤的效果 是真的还不错 然后又有重疾上魂的这个效果是 有几率触发的 这个也算是不错的一个 嗯 物理伤害的攻击啦 算是不错 而且又可以使用凝缺 好了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 宣传剑上尼克的这个技能的部分呢 不管怎么样啦 宣传剑联动 就是 我就是 应该是会抽啦 不是应该是一定会去抽好不好 不管他技能再烂 或是怎么样 我就是收集角色嘛 好啦那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大师一起做讨论 那喜欢你的频道 请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住我们的IG FB Twitch VV還有Discord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